大家好 應該先這樣解釋好了 還記得我上次講 摩托車的噴射解流法的問題嗎 我在那篇裡面有講到說 摩托車的解流法 它本身設計有一個天生的缺陷 我是一直很想要找一顆單獨的這個 汽車的解流法 因為一樣都是噴射系統 那為什麼汽車會設計成這樣子 而摩托車不行 但是真的我目前找不到單獨一顆 所以我直接拿我的車做舉例好了 那這個就是我上次說到的那個 Mikuni的解流法 噴射系統的解流法 空氣從這邊進去 然後從這邊進進去氣管 然後噴射油嘴在這邊 往下噴油 那從裡面這個點 這個點有沒有看到 這個點就是 汽車的那個流量感知器 這一顆 就是它這個點 它的意思就是在這邊 然後裡面那個洞 然後裡面那個洞 裡面有個斜口的洞 它通到後面這邊 然後裡面那個洞 這邊 這邊 這個洞的意思就等於 這個就等於是它的 那個代數馬達 然後其他的構造幾乎都達同小異 像那個解氣門 這個蝴蝶法 然後大致的狀況都都是差不多 除了我的車下面還有一顆EGR EGR就是排氣廢氣回收系統 那因為摩托車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不講它 基本上我就先交代 這兩個東西的存在 這一個黑的點 就是那個流量感知器 然後下面這一顆 就是有人說是TPS啦 因為TPS它也是在偵測那個空氣流量 空氣通過的那個 應該算是代數馬達的一種 在近戰的話 化油器上它是會調整點火時間 那在噴射系統上 因為每一顆 噴射解溜法的設計不一樣 所以我就大致我就不講了 我就以現有的三個東西 那個蝴蝶法 然後這個 這個流量感知器 它可能有附帶別的功能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流量感知器 它通那個黑點 這樣子有沒有看到 它通那個黑點 然後這個就是 講快點就是代數馬達 控制它的代數啊 一些流量的東西 好 那為什麼我會說 噴射解溜法 會有個天生的設計缺陷 就是因為 你們仔細看哦 如果是 假設這狀態機車 機車上面 這邊是不是進氣管 進氣管 外面這邊 是不是還有一個 那個空氣濾清盒 空氣濾清盒的濾網 是過濾從外面吸進來的空氣 但是哦 機車都會有自帶的類似廢油回收罐 油氣分離器 那 它的 它的 我目前看過的空氣流量盒 空氣濾清盒 它的那個 油氣分離器 完以後的進氣管 多半都是在濾網之後 仔細聽哦 它是在濾網之後 表示 它那邊過來的 的分離器 它是不會經過濾網的過濾 所以 它 它不像汽車 你看 像 放一下 你看像汽車 它是不是 像我 我有裝廢油氣回收罐 我是在增加它的過濾 讓回去的空氣 乾淨一點 油氣的含量盡量減少 但是摩托車的話 它直接這根管子 它一出來以後 它是接在這邊 懂我講的意思嗎 因為摩托車的節氣門 它是把這一顆 坐在這邊 剛剛有解釋給各位看 它是把這一顆 坐在節氣門之前 然後 它的廢油氣 又是在 空濾之後 那就表示 如果你的 車子 不定期做保養的話 你的這一顆 空氣流量機 那個小黑點 它很容易會卡長烏 像這一顆 仔細看的話 你也看得到 它有卡長烏 然後甚至可能 油氣會灌進去 問題是 這個東西你常洗 你是可以清 但是 你在清的話 一定是要拔下來 因為你 如果 像我上次有講 如果你是把這個 電子零件抄下來的話 你灌清潔機進去 它會漏進去 如果它裡面的防水性 做得不好的話 或者說它有間隙存在 它可能會流進去 流進去會導致裡面的燒毀 這顆到底是什麼原因 打下來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然後 這個也就是我上次講的 它的那個 缺陷的點 天生的設計瑕疵 因為 摩托車沒辦法說 做到這麼分 做到這麼大 因為摩托車沒那麼大空間 所以它只能 把所有東西都做在一起 如果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目前的感覺 還是 還是那句話 因為我目前 我騎的不是噴射系統的車 所以 我是有這個想法 但是沒有 而且每台車它的 管路的跑法 然後一些 它的節流法設計的樣子的不同 都會有差異 所以我沒辦法 知道說 如果我要做的話 我會怎麼做 但是 基本上的話 我是知道 有的人 有自己 自己裝 他可能自己找東西裝 也就是像汽車一樣 就裝一個 裝一個那個 廢氣回收罐 他先把廢油氣過濾以後 盡量讓回去的 回去 再進去的 油氣盡量乾淨一點 因為你油氣量減少的話 那顆流量感知器 它的污染的機會就會減少 因為那一顆 以汽車來講 功能是差不多 我覺得 因為以這一顆來講 它會去計算 你 通過的空氣 然後 溫度 好像 會因測而異啦 但是基本上 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 它會去 偵測 通過的空氣的流量 然後 經由 那個 電腦的分析 它會去換 然後再加上轉速 很多很多 資訊 它會去換算出 該噴多少油 那 試想 今天如果這顆 髒掉了 然後 它 算出來的空氣流量 是不正確的 是不是 它變成說 可能 譬如說 它覺得 通過的空氣量很少 它是不是相對的會把 那個 汽油的噴射量減少 那可能就會造成 稀薄燃燒 如果 它本身的電子系統錯誤的話 它 判讀出來的資訊是說 空氣流量很大 那它就會 強迫 噴油嘴噴更多的油 就會造成車子弄夠 所以 如何去讓這一顆保持它的乾淨 我本來是以為說 可以因為 常換空氣濾網 進而 讓進去的空氣乾淨一點 不會去污損到這一顆 但是我 看了幾台摩托車 我發現 就是那根管子 廢油器回收 那個廢油器回收管 那個廢油器回收管 就是 PCV法回去的管子 它沒辦法說 接到後面去 像 我這樣講好了 汽車的 汽車的PCV法 就是廢油回收管 它是接在節氣門之後 它不會去污損這些東西 如果說真的要改的話 可能要想辦法把那根管子 插到後面的這個進氣氣管這邊 但是這個可能工程又很大 然後 摩托車加裝 廢油器回收管的話 也是因為空間的關係 因為 說實在的話 我目前看過的摩托車 空間都比較小 我是有看過 國外有些玩重機的 它沒有裝 小小一顆 大概這麼大 大概跟我裝的那一顆 差不多大小 然後它有點外掛在油箱旁邊這邊 它也是做一個再循環 再過濾 盡量讓回去的空氣乾淨一點 所以說 我是 我不知道我這樣解釋 各位能不能聽懂 它 為什麼我會說 以我手上這顆Mikuni的來講 好的 它的設計瑕疵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必須 因為空間關係 其它什麼東西都做在一起 然後廢油器回收管 並沒有把它接到 後端這邊 所以變成說 你的濾網再怎麼換 它的空氣 它進去的空氣 還是會有油氣的存在 目前 自從拍完那一片 噴射解溜法的問題以後 摩托車的噴射解溜法的問題以後 我想了很多 除了安裝 廢油回收罐以外 可能 再來就是可能要換 好一點的機油 你盡量減少 換好一點 可以耐高溫一點的機油 如果你常 高速行駛的話 可能機油真的很重要 因為 好一點的機油 它的耐高溫性會比較好 它的 機油蒸氣的產生量就會比較小 這個可能也有辦法去 達到說 減少機油蒸氣去污染 空氣流量劑的機率 因為 其實還是會啦 只是只能減緩而已 就像 日裝廢油氣回收罐 它也只 它不能 它沒有辦法根絕 它只能減少 嗯 既有蒸氣的污染 但是 說實在話 如果 能夠做到百分之百的話 真的這應該 是蠻賺錢的 點子 但是目前看起來好像是 不太可能 唯一的可能就是 管子不要進氣吸管 問題是這樣就污染 污染地球啦 污染大氣 我還是覺得 玩車 十四個興趣 你要以 不危害他人的安全 不污染環境 為前提 下去做你的更改 下去做你的改裝 我覺得這樣對大家都最好啦 還是再次跟各位說抱歉 就是因為我真的手上找不到 合適的東西 舉例給各位看 所以我只能 以這樣子的方式 去介紹 放大版 的類似一個教材 所以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 可能 就像剛剛講的 換濾網是沒有辦法解決 那就是 如果找得到東西的話 自己做一個小的 那個廢油器回收罐 要不然就是換 記得按時換機油 然後可能要換好一點的 比較耐高溫的 可能全合成啦 全合成我是知道 基本上只要 大廠牌的全合成 耐高溫它的 抗油碱性都會比較好 抗油碱性都會比較好 應該 機油蒸氣的產生會比較小 就 如果手巧的話 有興趣的可能 按時這一顆要做保養 然後機車噴射解流法的保養清潔 我在上一篇就有講到了 所以可能有興趣的朋友 可能可以找那篇出來看 那今天這個 大致的講解一下 我上次說的機車噴射解流法 就要再說一次 請問一下 好